三重玄盛店12号是带来白米、面线、油盐等生活物资 要趁着天气刚刚转粮要进行董领救济 另外还协助了北海岸的中小学学童意见 一块去看看 三重玄盛店每年都会来到三支办理两次的物资捐赠活动 今天一早在葡萄里活动中心穿着蓝色道袍的公庙置工 一同将物资颁放到活动中心里准备要来发放 希望在刚刚转冷的入洞之际 先帮北海岸偏向地区的弱势居民将物资准备起来 让弱势加户都可以丰盛满满的度过寒冬 我们对三支居民北海区的一些居民的身体 我们现在在老梅在金山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做终于一整的工作 目前已经做了两次了 我们会持续下去 那这些工作我希望说 包括我们今天来做的爱心技术工作 我们希望是能够持续不断 那这样对当地居民才是真正有帮助的 三重学生殿今天带来白米面线油盐等物资 都是募集全台湾从北到南各公庙的扇心 另外扇心也不仅限于送物资 还有协助北海岸的中小学学童意见 也是关怀项目之一 三重学生殿希望关怀不只是一年两次 而是要永续常态的做下去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温暖的热心 带来了油盐米还有面 这些民生的物资 在每年两次都会送来民生所最需要的物资 尤其在这个冬天寒风起的时候 更加需要人间的温暖 那我们很感谢这三家公庙 把他们的爱心化为具体的行动 让我们需要的朋友们 能够真正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三支区公所也代表三支区的弱势民众 来到捐赠现场表达感谢之意 三支区公所表示 感谢三重学生殿每年都不忘 要来到三支关怀弱势家户 今年在天气刚刚转凉 就来进行东陵救济的活动 相信需要帮助的家户们 都可以丰盛地度过这一个寒冬 记者大平函三支采访报导